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西口TV 很多租屋的朋友們都希望打造擁有個人特色的空間 卻礙於租客的角色不能大幅度做更動 如果今天家裡想換風格又不想大動工的話 除了改變裝飾品外還可以怎麼做呢? 新的一年由西口TV就來教大家如何幫房子換表情吧 第一個是更換壁紙 更新老舊的壁紙就像穿上新衣服一樣 轉換風格、樣式可以使氛圍瞬間就能產生變化 那有很多的屋主會說 他們就是不習慣貼壁紙啊 這種時候刷上新的油漆也是一種選擇唷 第二個是家具 家具常常是不容易被發現的小巧思 不同風格的家具就像裝飾品一樣 點綴在整個空間中成為空間的語言 也有很多人會覺得家具本身沒有壞 只是有研究要做全部的更換是不是有點可惜 關於這一點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的沙發都是可以保留原本的骨架 外層則換上新的沙發布、沙發皮 這樣的做法不僅能讓高品質的骨架得以保留 同時又能讓家具壞男一新 第三個是窗簾 窗簾使用久了難免會失去原本的光彩 換上新的窗簾 不論是改變材質或是顏色都不失為一個選擇 同時窗簾的種類有很多 不同的種類風格也會不同唷 最後是木地板 在圓白鋪的地磚上可以輕鬆的以木地板覆蓋 不僅能夠提升空間的溫度 還可以達到緩窗的效果 讓使用上更加安全 更適合全能層的家人 以上就是我們幫大家整理的幾項除舊護新的小技巧 從小小的地方改變就能有大大的不同 想嘲試新風格又不想大東工的朋友們 可以朝這幾個方向去發揮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想看更多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追蹤FB粉絲團 和IG接收更多的資訊 還有還有 旁邊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じゃあみなさままたね